KB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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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藍營票倡桃園平鎮 柯文哲陪立委候選人 賴湘玲掃街 要跟鄉親拉近距離 原本擔心又擾民哀哄 柯文哲團隊拍板 定點拍照即可 沒想到支持者大排長龍 還是引發貪傷不滿 想跟民眾拉近距離 卻屢屢引爆貪傷火氣 柯文哲不只拼陸戰 右線尷尬場景 新竹農地爭議 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因為怪手一挖 紅磚鋼筋等廢棄物 通通現行 以我的個性你知道 當天晚上就可以敲了 為什麼還要等你知道 因為那個挖起來廢棄物 要擺到哪裡去 這個都有一定的標準 今年我也從來沒有去過 就我所知好像 當年買來的時候 就已經鋪粉凝土了 所以裡面有什麼東西 我也是在2008年以前 但明鏡腦質疑 2020年這塊地才重新整理 改停遊覽車 柯文哲真的不知情嗎 他如果有挖 粉凝土挖起來再重鋪嗎 要講的人就要出來 拿證據出來嘛 不要隨便講一講 不只強硬回擊 儘管柯家人捐出 遊覽車公司停車費收入 跟農社租金 享米平爭議 但又恢復成良田 不只費時 又要耗費大量金錢 我在想要種什麼 還有時間煩惱要種什麼 但外界種種疑慮 不管是跟酒鼎開發商關係 還是廢棄物後續處理 柯文哲始終沒說清 要止血恐怕沒這麼容易 三立新聞 市民企黃陳柏 任務君同樣報導